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上午就准备好 就上飞机的时候 后面就是床铺开了 铺的厚厚的 上面盖两床 那个 就让Tony可以睡觉的 他从巴黎到伦敦可以睡一下 他今晚肯定睡不成觉 然后到了飞机上 我们俩说几句话 他能睡 先睡一会儿 睡一会儿我们来吃点饭喝点酒 然后他继续在后面睡 我在前面休息 好吧 就这么定 然后就他备一餐 就是在路上的丰富的一餐 我跟Tony吃饭 其他他们几个人就是带定了三文治 就定他们三文治吃就行了 所有的他的随宠 两个宝宵 加小寒 加育用 就是好的三文治 然后好的果汁就嗷了 知道了吗 我和Tony做的稍微丰富一些 做上两三样 别多也别多 Tony还吃牛肉啊 牛肉啊 然后呢 这就可以了 然后那个也有好的三文治 然后呢 有个鸡啊 或者什么的 就行了两种肉 就最多可以分量大一点 我们可以喝喝酒 这就不错了 不是 我说你关于行程上的信息发展里面我都删了就没了 比如说你给我说时间呢 什么飞机上哪停几天 就这些信息 其他没什么啊 该怎么着怎么着 现在给您算的是明天飞机不能一大早回来接您 是因为中间那个飞行员休息的时间根本就不够 所以现在算的时间就是说明天早上 10点15分 那也是TB最早能起飞的时间 10点15分TB呢 他从那个巴黎起飞 那巴黎起飞的话 回到伦敦的时间基本也是10点15分的样子 因为有时差嘛 就到伦敦也是10点15分 那就从伦敦10点15分接着您三个人就一起起飞 然后再去小石城 就从伦敦直接去小石城 因为中间的时间基本就是特别特别的紧 所以就把这个时间每一点都想的特别周到 然后所有人到达小石城以后呢 然后的话就是看看当天晚上 因为我让他们说当天晚上看能不能就去LA 他们在小石城那边在背那个飞行员 如果说当下能把飞行员调到小石城去 基本把所有的飞行员都能用的都用到哪去 然后呢 当天晚上您可能就可以从小石城飞到LA去 如果是在最差不行的情况 那您就在小石城注意一眼 目前基本就是这么个情况 所以明天早上您从伦敦起飞的时间 应该是早上10点15分左右的样子 TB能赶上他的会吗 他去这个小石城的会吗 能确定吗 TB他是要求是在周四 也就是明天下午1点半 1点15分最迟2点15分到小石城 我给那个ACOS那边下的命令 是2点15分以前必须到小石城 反正就是他们就是做按这个计划去做去走的 就是中间基本就不加油 就就不再加油鲸挺了 就按这个的话是能赶得上的 呃 反正就是时间紧 反正就是时间比较紧 嗯 希望就是一切都顺利吧 TB已经飞去巴黎了没有啊 正常飞了没有啊 那个领导 好 TB已经在您那边的时间 当地时间晚上8点41起飞了 现在天上飞着呢 他到达巴黎的时间是巴黎当地时间的晚上8点半 因为有时差 所以这一程已经没有问题了 已经起飞了 他几个人飞呀 几个人在飞机上啊 TB 把TB这一趟形成的成本 这费用你给我大概雇一下 好吧 啊 好 咱就这么定啊 那么后天我飞呀 空姐的工作时间 你要确保这个空姐的那个TB熟 就是说他能给那TB飞 如果是影响他的话 我上日本这趟根本不需要他跟我去 因为我到那块去我路上就肯定睡觉 我也不吃东西 然后到东京就是几十分钟也不睡觉 回来时候也不需要他 明白吗 你懂我意思吗 你一定要保证TB的飞行啊 时间调整好 你说我不在香港 我在伦敦 你说这个会来两周 如果到伦敦来可以见好不好 你把那TB的飞行时间表 我刚才在里面找到 你发给郭强一份 好 你把这飞行名单发给余泳交道 给我翻译过来给我 行程给我发过来TB的这个 我到日本真的不需要他 真的不需要 这个完全不上去就睡觉了 然后叫他我准备点喝的就行在飞机上 从这里到日本喝的鲜果汁 然后呢 这个这个 准备点水 不用水果了 没有什么水果要的 水花也不需要 你说 然后给他们公司 给纽约金权公司的名字 纽约金权公司的名字 然后给我名字 听啊 这个TB呢 这个 13号飞美国 14号 15号 16号 回来 然后呢 我们cancel 咱们那个 Jeneva 还有Paris 然后呢 TB用我们的飞机 好吧 17号 郭强飞日本 好吧 咱这么定了 然后呢 Catherine会直接跟你联系 Catherine会跟你联系 行 我明天再想想 好吧 明天再想想 啊 然后回来的时候 可能是我让飞机 直接让我 给我飞德国 或者飞瑞士 我这儿待上7天8天 然后TB回来 飞机去接我啊 大概是这情况啊 先不定啊 先飞日本再说啊 我开车了 我就说云了 你试一下吧 如果影响TB的 这个时间的话 那就甭管了 我自己想办法 好吧 我就去路腾飞 你给那个 你给那个谁说吧 你说我 本来我 我是21号回去 26号离开 但是我希望 在这个期间那里 那个安排会 如果是说 他要这个TB 呃 这个下周五的话 那我就退迟几天 好吧 你先给他安排吧 然后呢 USM的这个 这个东西我没看到 一会儿我来看 这两个合同 你其他都签吧 好吧啊 你来了吗 咱们一起吃个午饭吧 跟街民好好聊聊吧 好不好 呃 我们一起吃个午饭 去China Town吃个饭也行 好吧 就简单吃一下 啊 你给他说个行动话 你说我请他吃午饭 咱仨一起 好吧 一个是你 呃 二号是TB OK 你定好了 然后那个 五号是Cassie 那你也可以陪着 哦 很好 咱们一起吃饭 我跟那个 克里斯呢 在飞机上 这个这次人 克里斯接 服务啊 又安排吃 又煮咖啡的 特别不错 尽力了 克里斯很积极想做 所以说你一定给他的老板发信息 你说 郭先生特别感激和享受 这一次的飞行 啊 这个 因为这个 下次国际上一定要有空间 因为 让这个 克里斯他们 大家给我服务了 我真的很不 很不 很不忍心啊 也很感激 很感动啊 然后呢 同时 他今天说到了 咱们是飞机上 那个今天那香槟杯不够 一会儿呢 我让那个 你弄下多少树 我运用 去哈勒森买了 就送过去 在通你出行之前 还有那个水杯 那黑杯 拿下来 换成其他的那个白杯 那黑杯也都坏了 给拿下来换掉他 在这出差之前 再一个这个 这次 TB出行 需要配什么餐饮 什么酒 什么要求 你跟那个Sam 联络 让他提前说 或让他的机长直接联络 给他们准备好 好吧 然后飞机有两个 窗子窗帘 落不下来了 简直找人调一下 给调好他 啊 就这几个事啊 跟那个 真是谁 TB那块联络 看看怎么用的事 搞明白啊 你打算什么时候来纽约 你怎么定的呀 你现在在哪呢 如果你要能赶到 星期一晚上 TB跟开城到家来吃饭 你要能赶过来 就是也行啊 然后给TB说 那个10月2号 可以 10月2号 我们可以一起吃晚饭 好吧啊 然后我们就怎么定吧 解那个TB是2号来是吧 刚才领导问我了 我跟他说2号 他说再确认好 然后是2号 是吧 那个TB 那个谁 卡他们13号来是吧 开车先生发信息 你再问一下TB 你说明天我们跟卡K先生开会 你问他们有什么意见 有什么需要说的 问他和TB先生啊 这个我们现在去上 我们现在去坐车了 一会儿我开车 有时候发信息 应该是TB带着那个 SAM肯定给我们做主桌 也就算三个主兵吧 三个主兵啊 好吧 好放心吧 放心吧都好多了 刚吃完饭 我一会儿跟TB吃饭去 明天见 好吧 明天见明天中午 跟TB吃饭去 好吧 放心吧 彦平啊 我刚跟TB吃完饭 他呢 这样我去日本回来 他呢要在4号 大概到9号 要去 要用飞机去非洲 去几个国家 他回头会发给我 我本来不定的是 25号去5号回来 我就提前一天 我两天回来 然后呢 我在日本待个七八天就算了 然后让他飞机 然后去非洲 到时候要安排一下 怎么调整一下 机主保证好 空姐什么的啊 彦平 好明白了明白了啊 就这么定 26号就这么定 你给威廉们说一下 另外一个呢 什么呢 就是这个我正在说 我跟那个TB开会了 吃完吃挺好 你给Daniels发个信 谢谢他 很好 今天饭吃的比上回好 很恰到好处 很好 然后呢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 关于呢我要准备好香港一个 那个Clean Capital Bank 那个账费说那个 然后你看把哪个作为一个信用卡刷 再一个是还是那个 咱们那个那个 运通卡呀 还是扎打卡呀 把哪个清出来 同时呢 这个东西呢 现在在英国的花钱呢 一定要从现在要处理好 没毛钱 用哪个卡 你可以用说好 快睡快睡快睡 我试着跟TP吃饭呢 没事儿挺好 就晚上有电话 都北京电话 跟TP吃完饭 可能有可能明天下午呢 紧急就是TP要起飞 然后去欧洲的某个国家 然后开几个小时会就回来 你让那个ACAS准备一下 很有可能啊 如果行的 马上机长就是到位 到位就是飞 叫他准备一下 他们刚定几天晚上要飞 然后你现在赶紧跟Catherine联系一下吧 然后你安排来那个 机长晚上飞好吧 那个领导 刚才阿里给我打电话 他说那个TP先生 已经试完衣服了 在他那边待了大概一个多小时 然后两位女士陪着他 他挑了五套西服七条领带 然后说那个TP先生很开心很高兴 然后我就走了 然后我跟阿里说 我说那个我们下周会回到纽约区 到时候再跟他见面 就这样的情况 您知道一下 他说让您知道 这个信息就行了 谢谢 那么后天我飞空姐的工作时间 你要确保这个空姐的那个TP熟 就是说他能给那TP飞 如果是影响他的话 我上日本这趟根本不需要他跟我去 因为我到那块去 我路上就肯定睡觉 我也不吃东西 然后到东京就是几十分钟也不睡觉 回来说也不需要他 明白吗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一定要保证TP的飞行 时间小整好